好,这个就是那个女大声被偷拍的事件 警方列出四个因素解释为何不提控 那网上就是很多人讲说 这个男生的那个处分是不是太 就是草率了,对 然后为什么他没有就是上法庭啊什么等等的 然后其实要不要上法庭是看警方有没有要提控 还是那个受害者其实也可以提控是吗 受害者照理来说好像是 但是这个事情还在 他是好像是交给警方处理 所以今天早 是今天早上吗 今天早上就是警方就是有列出四个因素 那四个因素呢 就是因为大家广泛讨论嘛 因为之前可能其实本地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然后那些学生都有那些男学生都有得到法律的制裁啦 然后就有一些网民就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他是国大生 所以不需要被惩罚只是接警告耶 然后针对这件事情警方就有就是站出来说不是因为这样子 还有解释说手有四大原因嘛 前面三个原因包括这个男生被评估为重犯的几率 啊不不 他被评估为有极高的那个改造的可能性 然后而且同时他已经就是表现他的那个忏悔之心 因为之前还有写那个道歉信给那个被偷拍的女学生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警方还有评估就是相关的那个品行因素啦 比如说在调查中男生的那些器材里面没有找到其他的色情影像 然后综合以上三点如果将他提告的话 他可能会面对监禁也会留下案底 也同时也可能就这样子会毁掉他的前途啦 嗯 所以经过种种的考量最后最后警方就是选择给他12个月的有条件严厉警告 如果他在这段期间在重犯这些重犯任何罪行的话 就会连同之前的这个偷拍门事件一起被控 然后面对监禁的可能 然后警方其实也有透露 因为之前网上可能就在猜说这个男生的背景很显赫 对对对对 但其实那个家长有让警方 对警方 就跟大家说 其实是 他的爸爸好像是一个司机 对 然后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 所以不像网上传的就是他们是律师啊 律师啊什么的 因为之前就是有网民是说他大有来头啦 才会才会就是处分那么轻 对然后就是觉得网民的力量很大 但是有时候就是假新闻就传的很很凶啊 反正假新闻传的比较快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然后有人 David说读大学可以在大东方工作吗 因为他其实是因为被休息 暂停停学啦 然后才去那个大东方工作 对吗 因为他的处分就是他 他十二对啊 他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 对 但是我觉得不懂耶 我还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工作 可能保险公司也是有他们的顾虑啦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闹得很大嘛 然后对他们的公司的那个形象也是有点 其实沉寂了很久 然后才把这件事情就是公开出来 这件事情发生蛮有一段时间的 好像 可能也要准备一下他的心理吧 因为这种事情也不是要说就说 是他其实很勇敢 真的很勇敢 因为一般人遇到一般女生啊 因为女生比较敏感 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就是 很难再站出来面对吧 他真的就是站起来号召 其他的那些受害者 站出来说你们曾经 遇过这样的遭遇 要改变这个 这个trend啊呀 Bully说应该有偷拍几次不止一次吧 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啦 是说他是出犯啊 Keef说受害者可以民事诉讼 Bully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判决 没有判决啦 那就是一个处分吧 然后呢 德才觉得很奇怪就是 警方要怎么判断这个嫌犯会不会再犯 他们有评估啊 他们应该有那种专家可以 可以去解读他的那个心理吧 然后因为他是12个月的有条件的那个 对有条件的那个警告 然后Mins就问说 所以他12个月后又可以再犯吗 不可以啊 因为他是在这12个月如果你不 你再犯的话就是跟之前的罪 一起被控 但是如果12个月过后就不算了 但是他还是会有留下一些 记录记录吧 因为他们是警方会考虑几个因素嘛 他的年龄啊重犯的可能 还有其他的罪行 所以如果之前犯过一定也会 可能不用一起啦 不用一起被 不用一起被处罚 但是可能 还是会加在那个考量里面 OK SF觉得说现在的女生敢 敢说敢言不像以前的女生默默承受 因为这个事件公布之后 其实还蛮多人就有私信那个女生 其实他们也有发生过相关的 就很像之前那一阵子那个MeToo的那个 但是那个MeToo有点走偏掉了 这最后片呢 好还有RY觉得说是不会想的孩子伤透他父母的心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啦 目前为止就是教会部长已经出来说了 对 然后国大也是说了 就是说他们会检讨 是会检讨那个框架 然后希望接下来可以有更加严格的那个框架 去去去处理这件事情啦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成立一个委员会 嗯 在检讨 对 对 然后其实这个 我觉得可以提一下那个律师的看法 嗯 好 还蛮有趣的 因为是可能 可能网民就会跟 拿这个事件跟之前好像 比如说闹上法庭的一些案件比较 但是这个律师就指出 其实是那个性质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嗯 对 其实有我们有就是问到一个曾经担任主控官的资深律师 他就有告诉我们说年轻 年轻犯罪只被警告 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啦 然后因为总检察署一般上会考虑 啊 那个犯罪者的年龄罪行性质 还有重犯的风险啦 然后一般我们看到的只是 亭上被控的 但是还有一些是被警告的 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如果如果没有被爆出来 我们是真的是不会知道的嘛 然后 所以检察 总检察署在看过无数的案例过后 他们有一套全面性那个 评判的那个机制啦 然后也会斟酌个别的案子情况不同 到底拍了什么 也有可能会影响那个处理的方式 嗯 然后另外别的 另外一名律师就认为 以侮辱女性尊严的案例来说 一般上 每个控状若成立得面对二到四周的监禁 但以警告方式处理相当少有 嗯 是说如果是将涉事者控上法庭 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再由代表律师去跟控方去去商量 去提出求情因素 再来决定是是是是否要改改成 给予警告这个过程 能够起到更好的组合作用啦 因为他就会意识到这个东西 是有严重性的嘛 嗯 对 然后 有人问说那个那个男生 那偷拍的男生的照片有被 登在媒体上 他其实是那个女生在揭发那个事件的时候 就已经有 对 他一刚开始就已经po了 对 他一刚开始就已经po了 然后 嗯 我不知道 可是有听一些人说啦 可是女厕有这么容易进去吗 嗯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没有住宿舍啦 嗯 也有人问说呢 嗯 逗掉那个 我不知道那个留言在哪里 嗯 就有人问说 如果不是国大生的话 嗯 就是 还会考虑到他有没有毁他的前途这件事情吗 会吗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一个可能 公益教育学院的学生 会不会有这个 说法呢 就是 因为 不要毁他的前途 然后不提空 还是会啦 因为其实 嗯 也有 他们也有举一个例子啦 比如说 如果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说 之前有一个23岁男生偷拍 共和理工学院女学生 洗澡的 一个男学生啦 他被判入狱十周 嗯 然后警方就有 也有提出说 针对这件事情 案情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因为 当时候那个 那个被告 啊 对他那时候 那个犯案的那个男学生 是有刻意要隐盖他的罪行 因为他有去遮蔽那个电眼 对 然后他是 还用毛巾遮脸啦 而且还没有主动 主动去承认犯罪 嗯 是被警方逮捕的 嗯 OK 然后有人问 所以是不同的 有人问你可以接受吗 这种事件 如果是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我不能接受啊 当然 所以也会 就是说出来嘛 因为有你所有人也问我个人意见 我觉得 平时就会要很小心喔 就是因为我有听说过很多故事啊 就是什么厕所啊 会放那种针孔的摄像机 真的 所以你进去厕所的时候 你就会稍微看一下 但是很难很难去发现 如果他真的有心要偷拍 像之前那个韩国的那个真空 嗯 那个我觉得超可怕啊 那个小刀 就放他放在哪里 在酒店里面 房间里面 哦 因为酒店的那个格局就会比较复杂 可能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去住酒店 你就会expect他们就是 就是可能他们每天都有在检查啊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 自从那件事情过后 我都觉得好害怕 但是我觉得酒店未必会有检查的那个 因为通常就是那个打扫的阿姨 就会进去打扫啊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不会去翻扁 因为你整个房间 我不知道啊 可能是我的多性 我就会觉得我今天是来消费的 我就会expect 你们会把一些基本上的东西都做好 我不用去担心什么东西啊 但是我 我去住酒店的时候 我就会看 很多的 很多酒店的床底 其实都是很脏的 诶你敢看哦 那个我不敢看 我完全不看 里面有耳环啊 什么什么等等 就觉得他们没有 就是完全的打扫完啦 虽然是那间酒店不算是便宜的那种 就是 就是有几星的那种 就是他们也不会完全扫到完 是因为其实也可能很难 因为他们的床也很重 是啊 但是他的床是离开地面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扫 还是能打扫 但是你敢看哦 没有 我是因为 突然间 踩到那个耳环 然后就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一个耳环在那里 然后我就 想说 哦 是不是从床底下 就是 是某个 人留下来的 他就突然间出现一个耳环 然后我就看 就去留意到那个地上 这样子啦 请要说下一次女生上厕所要就是查看周围啦 因为我听说是有些会放在那个 就是锁门的那里 对 就可能有一些缝隙还是什么 可以让他们放那个壁录电视 对 导播说牙膏 钟表遥控器扣子 衣架都可能常有摄像机 怎么那么高科技 用活了啦 我们 什么东西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就是去休息啊 休息啊 去旅游啊 还要这么紧绷 还是自己打帐篷啊 睡里面 David说是闹鬼的酒店 其实我 就 我还是想不清楚 那个耳环是从哪里来 因为我住的第一晚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那个耳环在那里 就是我 然后他就第二晚就突然间出现 他笑很大声 好可怕 然后呢 还有什么 Daniel说 希望听听你们对于那个偷拍男生的女朋友的意见 毕竟很多宿室的男女厕所都有锁 进去之前还需要开锁 钥匙哪里来 偷拍过程 女友知道吗 而且这个女友后期行为很可怕 其实要去问女友 可能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 除了父母之外 伤心的人也是她 嗯 好像是 有 报导是说她 女友 就是 那个事情之后 还有做一些 我是没有跟到那 听事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她有 就是 帮 因为其实他们都是认识的 然后女友好像就是有 帮忙要约 约这个女生出来 就是 让她男朋友道歉 哦 可能就觉得 女生跟女生谈会比较容易 还是什么的 这 还是要当事人比较清楚 可以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也是还不清楚说 他们 她到底拍倒了些什么 对 对 那她应该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 嗯 嗯 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 你偷拍认识的人好怪 嗯 哦 所以他们双方是认识的 认识的 之前就认识的 OK 好 还有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留言今天好像走得有点快 我有点眼花缭乱 嗯 有人说可以买那个 探测 其实就是探测有没有 针孔相机 什么 会很贵吗 不知道 我记得好像 网上还是有教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关灯啊 对 关灯 然后你看有没有红点 是不是 对 然后镜子要去看 可是所有针孔都有灯吗 我不知道耶 OK David觉得那个女朋友应该 就是 离开他 OK 这是可能比较他们 私人的一些事情啦 OK SF说应该丢进海里喂鲨鱼 德才说他同意导播 我现在的摄影器材很高科技 所以就是 任何你要刷牙的时候 也可能被偷拍 洗澡也可能被偷拍 刷牙 因为他说在牙膏嘛 对 那如果 可能牙膏是面对那个洗澡的地方 后来我的牙膏 我用了 我用了我一定会摆回别的位置嘛 这样他 这样他不是只拍一次 而且不知道 我用完了我就丢掉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去住酒店都好压力喔 想太多了 我们邀请偷拍专家出来 你确定他会出来吗 可能会 因为闹了另外一个事件出来 Shina问说 为什么那个人会这么做 因为他要偷窥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他其实是自己说是 因为酒精的影响 对吗 好像 但是闭嘴店是拍到 他是 有去了不同的厕所 嗯 然后呢 柏里说要闹大 才会有上层的关注 Yunice说 那个 放衣服的那个架子 也可能 有针孔相机 好啦 所以大家以后住酒店 要 要 可能要花一个小时 去摸多각 拿探测器吧 哪里去到哪里去更衣室 然后戴在探测器 然后程杨说 现在手机可以 Zoom50次 那个你说那个某某品牌呢 P 都 所以不要觉得说 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然后人家看不到 很可怕 我觉得科技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是 而且其实你有发现本地的那个电影越来越多 是啊 可是通常都是蛮大的的 你就知道 对啊 但是每次看到电影就会很conscious 这有点 然后 SF说洗澡应该要有一个security guard 哇那要很有钱哦 这样security guard要是女的 好复杂啊 Ken说 不是啊 辛林有卖真狂相机 他 偷拍 你怎么在想 为什么一定要有上面可以 给人家看下来 就是空 楼空的 哦你说厕所 那个隔间 对 可能同风吧 是同风 所以你觉得应该厕所那个隔间就要见到屋顶 然后下面 下面也要见到 就连着 其实有些厕所下面是没有那个 因为像 比如说下面都有一个缝对吗 对对对 有些厕所是没有的 对 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多都是没有的 对有风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很instagram 你看上面就要把它冲下面来 但是那个放完就是让 可能洗厕所比较容易吧 是吗 是有可能啊 因为他们不是都会放那个吹那个风的 哦是哈 不懂我没有去厕所不是有一个一个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冲水就那个水就可以流过去 是啊但是方便很多 没有错 是 但是有那种楼下 诶就是下面没有缝的好像都是比较 呃 比较 可能一些酒店吧有看过 哦有可能 所以他们才会每一件都会去清洗 可能他们的工作也会有所影响吧 是 然后呢 呃 文力说要把灯全关才会看见红色的灯 就是偷拍的针孔 但其实我很好奇 女生被偷拍 女生会很记忆 男生会被偷拍 我身边的男生是 都表示 我不介意啊拍就拍啊 然后放上网呢 这放上网就没有讲到放上网了 哦 就针对这件事情 如果被偷拍的是男生的话 男生会介意吗 他们不介意吗完全不介意 不介意 如果是有拍到脸的耶 他们完全不介意 我有的其他男的也有 然后就啊你们这么看得开 嗯OK 有男生吗 有男生介意的话可以跟我们留言 跟我们讲一下 然后 明说有那个缝隙是 因为比较要见的话比较便宜 嗯 很久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可能你没有册子的时候 可以从下面 你就不要没有册子 问邻居的概念吗 明恩说他很介意被偷拍 他也有偶报 明恩你 你真的吗 嗯 群腰建议说可以在就是 学生的宿舍建一个特别房间 就是让他们洗澡 其实应该就是分开啦 嗯 可以吧 可能他的 因为他们应该是男女 就是都在一个hole里面 嗯 但是 宿舍不是男生不能去女生的 那个区域吗 我印象中他们那里好像可以 都是一起的 哦 好像啦 你记得有朋友以前好像是住 Yusof 嗯 蹦蹦说 暴露狂都是男生不是吗 所以男生比较不介意 OK 好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讨论 那我们 谢谢家家